画面现场是南港区同德路新完成的人行道 人行道铺面是采用高压透水砖 以解决大雨积水的问题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积极争取下 里长说目前里内的人行道已经更新超过了六成以上 为里民营造舒适的行走环境 这本身人行道因为十几年 也是以前老式的人行道 目前市政府在推动这个城市海绵 海绵城市 所以这个高压砖是始于透水砖 因为我们经过民意代表的协助 在里内只要的人行道 我们都全部把它更新 目前大概更新有六七成 所以未来实际我们还会继续来做更新 因为现在毕竟地球的软化 所以急暴雨非常多 所以大家要配合市政府的一个政策 而人行道空间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由里长带领志工们进行多处的绿美化 考量维护经费与水资源有限 里长特别选择耐旱植物来种植 加上志工们定期维护 让都市的人行道不再单调 色彩缤纷亮丽了起来 这个是长春花增加色漆的一个色彩 而且它非常耐旱 而且是多年生的 因为我们在经费有限下 这个尽量能够种多年生的 不用经常去更新它的花卉 只要修剪它会年年 在四点回 年年都会开发 这个是树兰 它本身开发是味道非常清香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花香的一个街道 因为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这边也没有水龙头 所以我们尽量种的是比较耐旱的植物 所以这个是变叶木 它的名称是利手指 这个是麒麟花 麒麟花几乎是一整年都在开发 而且它不需要很大的水分 所以我们尽量种比较耐干旱的 这样对志工来讲 也不需要经常去浇水 所以而且一整年它的颜色 只要有光线 它会非常的鲜艳 而且一整年会开发 尤其是麒麟花目前的颜色 有好几种 我们里内目前都在推 尽量能够耐旱的 因为现在水的资源也非常宝贵 而且这个都是工坛在买的 我们不希望种下去没多久就要去更新浪费这个工坛 所以我们已经种了像这个已经都十年了 增加社区接到一个利美化 因为我的里面负地比较小 因为空地也比较少 在前几年我跟我们七长去到环保室 争取了一笔经费 那时候就 等于示范区的一个 所以我们跟七长争取到两千万 加费到栏杆区二十个里 我们同德路就在用那些金费 来各自一些花盆 做社区的利美化 所以虽然今天 今年喔 那个天气太热了 花会长得不是特别的很美 但是我们维持它 这个不要 不会因为说夏天就让它死掉了 所以志工还有我都非常的辛苦 为了照顾这些花木 我们也希望李明 来共同维护这些利美化 毕竟现在 要找一块空地种树 所以也很难找到 所以我们只能在 人行到不妨碍行人通行的地方 设置一些盆栽 那我们尽量种比较耐旱的 不需要浇水的地方 这样社区来做利美化 对大家都会看而会开心 里长对于各种植物的特性 如属家珍 原来里长早期从事园艺产业 也是园艺达人 因此他相当重视 里内的绿美化工作 因为我在退伍之后 曾经开过花店 所以对于这个植栽 这方面是蛮内行的 所以从我当练里长之后 就是在打造任何城市 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漂亮 很美丽的一个街道 所以在里内 我们种了很多的植栽 虽然夏天是比较辛苦 也要去交花 但是这也实际我们里内的一个特色 希望说大家共同来维护 这些利美化的成果 因为毕竟这个是社区志工 多年来的一些努力 我们慢慢的增加这些利美化的 而且死掉我们就更新了 里长说相当感谢所有志工们的协助 定期维护并修剪花草树木 一起为万福里营造美丽的公共空间 造福李明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